如果只寻求中庸之道,投资者大可买ETFs,所以作为主动型基金经理,必然会想尽办法去争取高回报,而将组合倾斜是最正路的方法,以自己为例,一向都是侧重于科网及品牌股,多年以来能够交到功课,板块选择正确这一点,绝对是最重要,即使多年来证明市场的确以价值创造为本, 但这种操作方法的死门,是久不久来一次强弱会议,水向低流,处于高位的强势股成为套现抛售对象,资金转向投入弱势市场或者板块,刚刚周三晚便有类似现象,科网股回,金融股及新兴市场值上升,要应对其实不易,网上跟着市场转来转去只会是死路一条,自己的做法是将组合其中一部分作为核心长线持有, 另一部分则比较平衡,分散在较多板块,甚至跟市况调转做,以今次为例,早前趁低买入一些被亚马逊拖低的年所弱防股, 博市场过度惊恐,等到追捧旧经济股时有较阶反弹力度,当然科网股及品牌股仍是重心, 但至少相比几年前,每次强弱户议就被市场指数放到脱晒的情况好得多, 其实最简单是从道指成份股中推敲,作为旧经济板块的代表, 加入组合内,至于港股及其他新兴市场,有机会被上升的美国债息拖垮, 未必一定参与强弱户议,操作上还是主力用美国旧经济股比较好?